流浪汉在荒漠里发现一块格格不入的石头 擦去表面的尘土定睛一看 这玩意和金子一模一样 他回头看向不远处的朋友 由于要不要独吞 思索一番后还是决定分享 朋友过来查看后 也觉得像是金子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 朋友拿出喷火枪检验材质 如果烧成了黑色 那就不是金子 石头经过火烤后依旧金光灿灿 两人踩狗屎运了 这是一块举世含有的狗头金 而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狗头金 才60.82公斤 这个就值几十亿 两人势必要把金子挖走 可不停往下挖就是不见底 朋友提议直接搬看能不能搬出来 结果使出全身力气也纹丝不动 他们又拉了根绳子 想靠汽车来扯出金子 下一秒绳子就断了 朋友恼火得很 只能使用最笨的方法 那就是接着挖 两人不知挖了多久 太阳都要下山了 金子还是不见底 显然是深不可测的金山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朋友带着流浪汉去找了点干柴 只有生起火堆 沙漠里的猎狗才不敢靠近他们 随着天色渐渐变暗 火堆顺利升起 两人绷紧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兴奋的大叫 谁能想到荒漠里居然藏着巨大的金框 如果可以得到 那必定是一夜报复 可现在的问题就是 怎样可以把金子运走 于是两人商量计划 一人负责去找挖掘机 开车往西走 两天就能到镇上 接着找挖掘机需要一天时间 赶回来又需要两天 粗略算一下 大概需要五天时间 而这五天时间里 另一个人负责留下来守着金子 在荒漠中孤军奋战 当然 谁都不想金子在眼皮子底下溜走 朋友认为自己有荒野求生经验 而且流浪汉老是浪费水资源 如果是他留下来 肯定很难生存下去 这回的朋友还没有独吞金子的念头 建议流浪汉去找挖掘机 然而流浪汉坚持要留下来 认为朋友这么积极地让自己去找挖掘机 肯定是想独吞金子 而且朋友更熟悉小镇位置 应当是朋友去找挖掘机才对 朋友还是想劝一下他 在荒漠生存不是闹着玩的 白天太阳毒辣 晚上还有猎狗清洗 流浪汉作为一个外地人很难生存下去 流浪汉却坚持认为自己可以 朋友见他油盐不尽 也不再劝 到了第二天 给流浪汉留下一大半口粮 还把武器和唯一的卫星电话留给了他 随处开车出发寻找挖掘机 接着流浪汉顶着太阳的暴晒 把金子重新埋了起来 因为担心被其他路过的人发现 随后找了块帆布 造了个简易的帐篷 到了第二天 流浪汉出去捡干柴 却看到一架飞机残骸 这是个非常好的营地 白天可以遮挡太阳暴晒 晚上又能阻挡猎狗 可唯一的缺点就是 在这扎营的话 金子不在视线范围之内 贪婪让人害怕失去 于是他拆下机身上的零件 拖回金子旁边 围着枯树搭成了简易的帐篷 能够看到金子才放下心 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 毒辣的阳光从裂缝中投射进来 等到他再次醒来 额头已经晒出一堆炮 流浪汉忍着剧痛和饥饿 坐到了金子旁 可看着看着 他终于忍不住了 两个流浪汉在荒漠中 发现价值百亿的狗头金 于是其中一个去蓝巷找挖掘机 另一个留下来守着 可这里烈日炎炎 口粮也所剩无几 留下来的流浪汉强撑了一天一夜 看到唾手可得的金子 终于忍不住了 他用石头敲下了一块 和西瓜一样大小的金子 虽然和深不见底的金山无法比拟 但也足够能让自己一辈子不愁吃穿 流浪汉正在犹豫要不要见好就说 朋友这时打了电话过来 你以前有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流浪汉表示没有 对方又问那你想失去吗 流浪汉给出不想的答案后 朋友成功CPU他留下来继续看守 恶劣的环境让流浪汉身上的晒伤严重恶化 整个人都面目全非 口粮全都吃完了 水也只剩下最后一瓶 这时 他看到旁边有条黑白相见的蛇 也不管有没有毒了 直接抓起小刀扑上去 结果没抓到蛇 还把唯一的水打翻了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艰难地撑到了第二天 他又来到飞机残骸旁想搬些零件回去 却发现有个女人往这边走来 他连忙躲进飞机里 把金块藏好 可对方还是发现了他 流浪汉装作是在荒漠里捡破烂 保险起见 他拒绝了女人递来的口粮 强忍着饥饿看对方有吃有喝 对方还故意放大喝水声 让流浪汉饥渴难耐 他一眼就看出流浪汉在隐瞒什么 一路跟着走 怎么甩都甩不掉 硬是跟来了营地 而且金山就在女人身后 女人也直言不讳 他就是想看看流浪汉到底在隐瞒什么 猜他肯定有同伙 而且制定了计划 贪婪地想拿走某些东西 女人极其聪明 眼看事情真相就要被发现 流浪汉直接拿铲子抡了过去 女人当场领盒饭 接着流浪汉拿走她的水和口粮 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随后她挖了个坑 把女人埋了起来 结果一只猎狗闻着血腥味来到这里 把女人的尸体又拽了出来 流浪汉连忙赶走了她 这种生物都是成群行动 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流浪汉 没有发起进攻 也没有离开 就是在等一个致命的时机 为了保险起见 流浪汉拿来一堆干柴 开始焚烧女人的尸体 流浪汉撒了泡尿 却意外发现了价值百亿的狗头精 结果被路过的女人发现 然而流浪汉一心想把金子占为己有 二话不说给了对方一铲子 女人当场领盒饭 还被对方火化 到了第二天早上 流浪汉终于等来了朋友电话 他问朋友还有多久到 朋友却说路上有事耽误了 让他再坚持一下 这时 不远处开过一辆车 流浪汉很想护救 但他又怕自己发现的金子被抢走 咬咬牙还是放弃 眼睁睁看着车离开 最倒霉的是 下午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脆弱的帐篷根本挡不住狂风 一块铁皮瞬间被卷上了天 流浪汉在逃命时 还不忘带上那块敲下来的金子 刚爬出来 帐篷就被摧毁 流浪汉也被枯树压倒 等到他再醒来 发现一根树枝插进了腹部里 痛得他哀嚎不止 可即便伤成这样 流浪汉还是坚持爬着去找金子 他拨开一块隆起的沙堆 摸到金子后才安心地躺下 等恢复一点体力 他硬着头皮把腹部里的树枝扯了出来 痛得浑身抽搐 接着他点气火堆 烧红了一拉罐盖子 直接贴在腹部的血洞上 强行止血 瞬间痛得昏死过去 恍惚间 他看到有人拿弓弩对着自己 再仔细一看 这不是被自己杀死又烧掉的女人吗 流浪汉不可置信 觉得是幻觉 仿佛看见女人在灰烬中复活 空洞的双眼燃着复仇的火焰 等男人稍微清醒一点 他又接到了朋友电话 朋友说自己马上就到 让流浪汉一定守好金子 流浪汉恢复神志后 环视四周 并没看到女人的踪影 但他还是不放心 一点点爬到金子旁边 用沙图掩盖好 就在这时 那个女人又出现了 流浪汉故作镇定地起身 拒绝了女人的帮助 原来这女人是昨天被自己杀害的人的姐姐 幸亏尸体已经烧毁 连骨头都被猎狗吃得渣都不剩 女人没找到姐姐的踪迹 终于走开了 不知过了多久 流浪汉又一次从昏迷中苏醒 他发现自己被火堆包围 看来是女人临走前好心为他点燃 用来驱赶猎狗的 可现在天色渐晚 火堆渐息 流浪汉体力将近 伺机已久的猎狗们包围了上来 流浪狗拼命在电话里催促朋友 可电话那头却再没回应他 猎狗们越逼越近 直接咬他的腿 流浪汉除了大声呵斥猎狗 身体已没有抵抗的力气 猎狗们发现流浪汉已无力挣扎 随即一拥而上 不停撕咬流浪汉 不知道这时的流浪汉是更恐惧死亡 还是更害怕失去金子 他永远也不会想到 就在自己被猎狗掏心掏肺时 有人拿着望远镜在远处欣赏 那正是在路上耽误的朋友 看他旁边的床垫 火堆 食物罐头 怕是两天前就已经到了 目的就是拖到流浪汉死后 自己独吞黄金 等到流浪汉领和饭后 朋友开车拖着一辆挖掘机来到金子旁边 拿出手套正准备干活 却突然被一只利剑射中胸口 一箭毙命 死在了流浪汉的尸体旁 影片到这边戛然而止 留下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没有说那支箭是谁放的 整个影片充斥着猜忌 贪婪 机会 救赎 出卖 惩罚 可以说这是一部沉甸甸甸的人性刻画电影 男主其实并不是很坏的人 他只是意外地发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长期贫困的生活 让这个机会对于他意味着太多太多 他不知道 自己一开始就被朋友射击了 从朋友主动提出去找挖掘机 到一直推托收到不了 男主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朋友的话 可是 当希望一次次地破灭 男主竟然还是放不下对财富的眷恋 生生地把自己给耗死在了这一块 其实 金子的意义是宽泛的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这样的金子 拿不走又不懂得舍弃 生生地拖累了自己的人生 或许 很多人会说这个男主真的好傻 他不仅过分地相信别人 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可以救赎的机会 甚至还亲手扼杀了可以帮助自己的人 但是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甚至有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阳谋 所有的一切都很清楚明白 却还是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